HELLO 各位歡迎收看本期影片 其實也有打到自己 他靠自己也有打到心耀 然後他有一次就問我說 有一次我們一起 我就跟他一起玩 然後我們三個好友一起玩玩玩玩 他就突然跟我說抱怨一句 他就說 Garry 我每次跟你玩的時候 我都不會被罵 而且他覺得他玩得很順 可是他只要自己玩的時候 很常會發生一個問題就是 他很容易被隊友罵 只要今天他可能照我教的方式 可能他可能就是 放生一下隊友 然後他選擇可能去吃物件之類的 這種舉動 隊友就會問好他 為什麼你不來 打野不來 輔助不跟 投降了 爛死了 對不對 一大堆這種狀況 對他就直接跟我說 到底為什麼會這樣子 來各位 我相信應該也有很多玩家 你可能今天還沒有達到一個 比較正常水平的段位 沒有關係 我直接跟你說你要怎麼往上爬 很簡單 不要去理 對了 玩你自己 接收到的正確的知識就好了 我就問你一句話 你今天 你是一個大學生 你在算三角函數的時候 你會去問你 那個小學六年期的表弟嗎 還是你會去問 那個正在可能大學 某個大學當數學教授的 叔叔 當然是會去問那個數學教授嘛 對不對 你怎麼可能會去問一個小學生 那一樣相同狀況 你今天你可能還在一個A牌 可能還在星耀 你會去問隊友說 你的A牌跟星耀隊友說 請問我這裡打的可以嗎 或是他這邊直接質問你 然後你竟然就覺得你自己錯了 不對 不對 你今天要聽 我跟你講現在有很多選擇 有很多實況主 有很多直播 基本上你只要照著他們的打 或者說是你看叔叔也可以 你只要照著我們教的方式 你一定可以達到水平以上的水準 絕對沒有問題 所以今天叔叔教你一個新法 當你今天可能在玩小號的時候 遇到這種問題 就請你打自私 我們非要不止說 馬上給他看下去 很簡單的一個道理 我跟你說 這個東西適用在 你不一定要把它用在遊戲上面 我跟你說 這種東西適用在你的人生價值觀上 所有的東西你都可以運用它 很簡單的一個道理 就是你今天要問 你就問班上那個最強的同學 或是教授或是老師 你絕對不會去問 班上倒數第一名的那一位 對不對 所以一樣的道理 今天有沒有 你可能想要學投資 你會去看巴菲特的書 還是去信到那一些Youtube上面 跟你教你說運財那個什麼投資 每天可以讓你越賺多20萬 哇哩咧咧 你自己去查 那個PDT隨便 一大堆人被騙 我真的不知道到底為什麼 有人竟然會信那種東西 真的不要給他信到 OK 然後你是不是很常遇到這種狀況 就是呢 叔叔 我明明就從你的影片上面 學到什麼地圖觀 判斷那個地圖上有什麼人 然後去多打掃的這種戰術 來去對敵方做開戰的動作 那今天如果人數少了 我不是就不能開戰嗎 可是 我就很常遇到那種狀況 有沒有 我們今天明明 隊友只有兩個人 然後敵方五個人 就算加我一個好了 也只有三個人 結果那個兩個人 直接衝去幹五個人 這樣不是少打多嗎 一定輸打 所以我選擇放生他們 結果 他們兩個衝過去打的 反而問話我 有沒有 是不是很常遇到這種狀況 沒有錯 我再跟你說 你的選擇是對的 而且切記 你不要因為這樣子 去更改你的打法 因為你這樣子 反而會變成是錯的 你就照著叔叔教你的 或是有一些 厲害的高端的實況主 或是直播主 他們教你的東西 你就照著他們 教你的內容 就繼續用它 持續的照著你原本 學到的那些知識觀念 慢慢往上爬 你一定可以很輕鬆的 就往上爬 因為基本上 現在的高端實況主 那個巔峰賽全部都是 前幾名的 那絕對就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也有很多那種SS的 你絕對可以學到的東西 你就寧願相信 SS排的實況主 也絕對不要相信你 AB排的隊友 OK 然後呢我們今天挑的這場就是 因為其實我總共 嗯 測試了五場 那五場雖然都有贏 但是呢 我們今天挑的這場是屬於 比較逆風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 前期有沒有 2比6開局 然後朗博直接說一個 可以投了 沒有錯 我隊友心態非常的崩 然後呢前面也有點小逆風 一個單鴨 雙鴨加母鴨 這時候你該怎麼辦 來各位 這時候並不是 跟隊友說 好啊那頭啊 不差這一 不差這個啊 反正這我小號啊 不是齁 你要趕快卡路你的隊友 學妹在看齁 我們反正呢 你就記得 敵方現在有經濟的優勢 然後騎爾在哪裡露頭了 上路露頭了 反正呢 我現在經濟弱勢 對吧 敵方有這種順風角色 騎爾又剛好不在 沒關係 我們就可以安然的 來去刷野 順野區 然後有機會就來去做什麼 提前的蹲點 沒有錯 我想要來去蹲那個特爾安拉斯 可是很可惜他跑掉了 他已經回家了 大家記得 逆風的時候 危一點 順風的時候 大兇一點 對 那我們這邊呢 利用個大絕加2技能加1技能 很可惜沒有帶走敵方 但是這時候地圖上 來 重點來了 判斷一下 我這時候原本其實想要開龍 但是我後來想想 不用不用 為什麼 因為我已經沒有大 然後呢 敵方圖倫雖然被我打殘 雖然他已經回家了 但是我已經沒有大絕了 然後 旁邊的那隻騎爾 是有人頭上的優勢的 他也有大絕 他是滿狀態過來的 所以呢 再加上 制裁這個東西 其實講白一點 就是五思五思 我寧願去順刷我自己的野區 不要浪費時間 然後順刷一下中路的兵線 等一下呢 我才有 因為 講白一點 敵方等一下也是要回去刷野區啦 對吧 他的動作全部都被我們看到了 有沒有 在小地圖上面 他們動作全部都露頭露出來了 然後我這邊看一下經濟的文字 其實還不錯 直接用個大絕來重新 框一下 然後大絕穿過去 成功帶走敵方 殺到人頭 然後這個 有隻迷 迷途羔羊 所以呢 記得 今天有物件 你不一定要去吃 你可以腦袋想一下 這個東西其實比較深奧啦 就是 之前叔叔在做那個 你們還記得之前 MAD打MOP的時候有一場 然後那一場是叔叔跟 宇宙哥一起 就是我們去做分析 然後他 他不是那一波有說 這個龍其實不用吃 他們那時候在 做那個COLOR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有 就是分歧的意見 那一樣 相同的動作 剛剛叔叔 之所以那個魔龍不吃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樣 我想要加快我自己整體的節奏 不要因為一個物件 一個魔龍 反而導致說 我整個後面的節奏 整個亂掉 那我們現在呢 已經抓到我們節奏了 我們雖然現在人頭數 還是有落差的 但是 其實已經 基本上 已經在我的掌握之中了 因為我現在是一個 202的達爾西 隊友死歸死 但是我們不用理他 我們不用理他 一樣看到人 直接讓他死 有沒有看到 就是這麼快 中路兵線清完 他這時候一定要回來 一個單壓 雙壓 加母壓 敵方打野漏頭了 這時候一樣 回去 刷我的野區 他的動向全部都被我看到了 有沒有發現 他的動向全部都被我看到了 然後這裡一樣 地圖觀 判斷一下 中路我們可以回去守 但是呢我這時候選擇守上路 為什麼 因為我凱撒路的隊友 剛剛補位 補去中路了 那我就可以來去順勢補他的 凱撒路 對沒有錯 我這邊呢直接來去對敵方做施壓的動作 因為他的位置其實蠻差的 可是很可惜 大絕被他這個大絕給躲掉 有點秀啊 但是他還是被我們帶走 OK 然後那個企鵝剛剛弄錶了 很可惜 他如果沒有弄錶的話 他其實死定了 因為我還有一個 凝霜寶珠 對他會被我做反差的動作 然後我們這邊 有沒有 帶起了一波節奏 就可以來去做 壓塔的動作 哇哩咧 等於壓中壓加母壓 唉 是不是有點秀啊 來各位 這邊一樣地圖觀判斷 我帶了下路一坨兵 敵方中路五隻全部露頭 我這時候要過去嗎 等一下 因為為什麼 他們沒有兵線 他們不可能進攻 反而我可以來去做一個 蹲點的動作 他們一定會往我這邊 因為我下路帶了一波兵線來 大絕二技能 然後加上一技能順過去 然後再加一個凝霜寶珠 成功躲掉 很可惜 我們這個 被人家被 隊友給圍走了 這邊利用一個草叢 然後一技能普攻 然後再利用一個衝刺的一技能 扭一下 成功帶走敵方 然後這隻鹿 不知道到底出了什麼衝刺 就是給我 這給我放棄 是嗎 然後各位 來這裡 關鍵的點 這時候我可以繼續 往前壓嗎 其實講真的 我們並沒有辦法endgame 講白一點 因為那個兵線很少 然後敵方已經要 復活了 我的隊友絕對可以把那個高地給 帶走 我這時候呢 寧願先來選擇 刷野區 對 他們這時候就選擇要退了 一定要退 你們有沒有發現 在中路那邊 要退了 這時候就應該要退了 來去整理兵線 但是他們並沒有退 來我們看一下 等一下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先選擇 把兵線整理好 我們才有機會 來去打下一波 我們等一下看好了 我們這邊呢 已經倒了一個了 你有沒有發現 他們因為在那邊逗留太久了 全部人死光光 他們也沒有發現我的位子 離他們很遠 然後直接選擇 來去跟敵方做開戰 這就是什麼 所謂的 少打多 對 他們自己選擇了少打多 然後逗留太久了 導致說節奏又掉了 這時候沒有錯 來了 我被閃燈了 哇哩哩個去 我直接跟你們說啦 這場沒有我真的沒辦法 好不好 這場的隊友 拜託幾個勒 喂 喂 自己送頭沒辦法 我 其實我懂你們的感受了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有沒有 明明自己做的辛苦的要命 然後突然被閃燈了 奇怪說是我 我 難道我這樣做是錯的嗎 不對耶 我後來看那個呂姆勒 怎麼做 怎麼想 我的動作都是對的 你知道嗎 然後結果他們還在中路那邊 你看那個九刀 還繼續一個人在中路那邊 咦哈 然後等一下他如果人頭又掉了 我們是不是又少人了 敵方是不是又可以掀起一部公司了 我們拆點的人就沒了 對不對 千萬不要做這種動作 寧願先去整理兵線 利用兵線做營運的動作 我們是GCS C AOV 這樣不會太強 然後基本上 我這個 這場遊戲到後面就是一直被閃 那個黃燈一直跟著我 但是這個時候 就跟叔叔前面講的心法一樣 你這時候要懷疑自己嗎 叔叔這時候難道要懷疑自己嗎 奇怪我剛剛 我跟你講 其實我這場呢 後來我有去看那個旅遊 我看了至少兩次 我怎麼看都覺得奇怪 明明就對我的錯 為什麼閃燈閃到我自己臉上 我就覺得很奇怪 奇怪難道我錯了嗎 然後我想說 對耶 我就想到我朋友那時候問我的那一句 欸 Gary 你今天教我的為什麼 為什麼我照著你的打 然後我還會被問號 其實可是我打的明明就蠻順的 有沒有 有沒有 我懂你們的感覺了 然後我懂你們的感覺 反正你就記得 繼續照著這種對的方向走 不要再回去 不要因為今天隊友今天嘴能 罪跟你幾句 好不好 他又不是你女朋友 你幹嘛那麼在乎 不用在乎 來我們這邊最後秀 秀滿一個大絕二技能 然後出去框一下一技能 然後再用一技能 然後鎖掉敵方的招式 再一個二技能 預判一技能 然後再一個一技能 點一下敵方直接倒掉兩隻 然後這時候看一下 有沒有 準備開秀了 來二技能 預判一下沒有中 但沒關係我們一個三指操作 來這邊 三指操作超出來 二技能然後加上一技能 這一個預判 成功帶走一方圖人的人頭 順勢帶走這場遊戲 OK 最後呢 數字告訴你們一個本集重點 反正你就想 今天如果隊友一直追你一直追你 你就訪問他 那奇怪為什麼你還會在A牌咧 是不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對啊 他竟然這麼厲害 那為什麼他還會在A牌 那為什麼他還會在B牌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一起當個友善的人 反正你就操作叔叔的方式 繼續打下去 就可以了 我們現在開始 祝各位呢 在這個排位之路 以及巔峰之路 順勝利利 我們下期見 下期見 下期見 拜拜